好,回到第四節的董漫晚 所以我們今天繼續說這個 My Little Pony Friendship is Magic 好像都好一段時間沒有開過,開到第四節 因為這一套真的說的東西 除了它本身我們劇情要說很多描述 因為它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另一件事我們都會再繼續說 就是其實它背後製作一些東西 我們都覺得是值得去說的 無論它引起的文化現象 甚至其他一些分析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講這些之前我想講一些 我們上一節沒有講過的一些分析 我也想講一下 就是講它的聲優的表現 因為這一套動畫 我覺得它除了是劇情出色之外 它裏面的配音是非常好的 無論是原版也好 日版也好也是 原版當然Ming Six要講一下 我是初初真的不知道的 我初初聽過六把聲的時候 覺得很好聽 我聽完之後再找資料才發覺 當然Trilis Barco就是Terra Strong Terra Strong 就配過很多很出名的角色 例如Raven 或者其他DC的動畫都有它 Holy Queen都有它 但是我猜不到是六個裡面 有四個是兩個配音源同時配的 這個我真的猜不到 就是Apple Jack和Rainbow Dash Rainbow Dash是同一個人 Pinky Pie和Fluttershy也是同一個人 我之後聽回 因為Apple Jack本身的口音很重 所以跟它另一個配的角色是很不同的 這件事是真的知道了才看到它的配的功力是配得很好 有時候我們會說的 一些紀錄片都有訪問部分配音員 都會說 其實他們說要拿捏 例如Apple Jack和Rainbow Dash 其實相對聽到的聲音是有點相似的 但它也說到Rainbow Dash的時候 它會收緊整個人 它把聲音很高 好像很緊張地把Rainbow Dash的聲音表現出來 你看到他們很認真地去想 如何去表現不同的角色 或者是其他的 好像Princess Celestia Luna 剛才說的Discord 這些都配得很好的 Discord簡直是 武器骨碟 但是如果日版方面 我想要請L妹妹再說一下 因為日版 我聽過也是不錯的 他的感情也好 但是我看的集數 真的沒有原版那麼多 那日版 首先說一下Main 6的CV是誰 首先Try Lite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擇成 未算 OK 那之後 因為日版的頭兩季就是這個 沒有時度買下來做的 那所以呢 Main 6除了Try Lite和Futtershy之外 另外四個就是沒有時度 大家最熟悉的那四個了 就是Milky Holmes那四個 就是這個三心 作作目未來 接著之後 骨田 骨田和得井 大概是四個的 那分別就是 三心就是Pinkie Pie 接著 作作目未來就是Rarity 然後骨田就是Rainbowdash 和得井青空就是Applejack 接著Futtershy就是這個 Garden英美里 就是這個大家QB 或者是這個 秀吉 那他們六個就 配得很像英文的聲音 我相信是 是配得很像英文的聲音 特別是三心配的Pinkie 他唱歌的時候 你有時會覺得 是不是英文版的聲音在唱著呢 其實他唱那首 他們有隻斑馬 去到他們的Pointed View的時候 就說到這隻很恐怖 Pinkie不是作了一首歌的 嘩 那裏呢 因為我有聽回英文版和日文版 其實整個音樂完全是一樣的 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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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上 平時他們那些對話那些 都是配得很像很像的 就是Rarity 他那種八婆的那種聲音 那種語調呢 他不知道是語調的 他連聲音質都像英文版的 我不知道他們六個是怎樣做到的 我也是不知道 這六個人的聲音我都是平時聽開的 但是我一聽的時候我也是覺得 我為什麼可以像英文版 像到這樣的呢 你覺得是很神奇的 那樣東西 聖友都是怪物 用回這句 所以有些 看到那時候的評論 就說原版當然配得好 但是有些人都推介去看日版 因為日版去配 甚至去製作的 重新去做歌 或者其他質素都做得很好 是很好的 我是很高水準 我自己覺得日版是 就是無論是歌還是配音都是 就是特別是歌不止是歌詞 就是他們唱起來都是很高水準 還有日版有些 有些地方是很好笑的 那些聲優有些是 比如你會 Spike是小狼 跟著Apple Bloom Apple Bloom是這個 比卡超 Apple Bloom有時候說的 你以為是比卡超在說話 噢 對 所以原版和日版 我們都推薦大家去看 總之都是用回一句 就是星9門都是怪物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 雖然我們剛才說過一至九季已經完結 但是其實這套東西做一下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有其他的延伸作品開始做 首先其中一套呢 就是這個 都算 都幾出名的 就是這個 My Little Pony Encrustria Girls 那 那套東西就 其實一路 其實應該 就主要用電影版的方式去出的 後來就 出多幾套之後 就有時候會出一些短片動畫 那主要那個說法就是 是說一個平衡世界 那就是 這個Encrustria 有一個平衡世界 就是一個 這個Encrustria是一間學校來的 然後裡面的 我們看到的那些Pony 就去到 在這個世界裡面 全部變成了人形 那沒有魔法的了 那但是呢 這個故事就說到 Celestria呢 原來在Twilight Sparkle之前 他有另一位學生 叫做Sunset Shimmer 但是他就立心不良 所以就被放逐了 去這個平衡世界 那又呢 Sunset呢 某一天呢 就突然走回來 就搶了這個Twilight Sparkle的那個 Element of Harmony的那個王冠 然後就走了 回到那個平衡世界 那又說一下 Twilight怎樣穿過 穿越過去那邊的那個世界 去找回那個王冠 那但是也都說到 穿越過去的時候 他也都變成了這個人形 那這樣 那就說一群 小馬女 這個Pony Girls 的這個故事 那這樣 因為他本身是第一套 那但是後來 做做刻都做了 有四套 然後後來好像都再有 一些後續作品 還有一些短片作品 那我自己就 主要那幾套都看完 但是呢 說真的我自己就沒有那麼喜歡 沒有那麼喜歡這一套 Element of Harmony Girls 是啊 我當普通的青春校園片 這樣看就OK了 是啊 因為他就是 變了普通青春校園片 但是有時候 偶爾就滲到少少Pony的那些 那些梗下去 其實青春校園的故事 我也OK的 但是我反而 不是太接受到 他們變了人形的樣子 哈哈哈哈 是有點奇怪 是 我經常在想 當日呢 去到最原本 為什麼他們做 My Little Pony 就是因為 他不想和Barbie去競爭 是 但是去到現在這裡呢 你看他的設計 當然是用來出玩具 他都出了很多 這個系列的玩具 都是一些換衣服 那些東西 就來到這裡 我覺得很諷刺 就是去到 他想創一個新系列 就承著 Little Pony的名字 就創一個生系列 再上去 在市場上爭 就反而 令到他的故事 是變得很普通 也都 他設計 好像深哥那樣說 他的設計 是 比例 因為他的頭很大 他的頭 是因為要 他突顯 他Pony的時候 那些特質 他是 比他的 他 比他的 腰更加大 很奇怪 是 嗯 身形比例 是有點怪怪的 但是 而且樣子也是 而且 然後呢 故事也是 變成 因為他每次要有大 Event 的時候 都會說到 Encrestia 就是Pony的世界 魔法 就滲了過來 他們這個平靈世界 然後就引發很多 不同的事件 就好像始終都掉不到 要跟Pony的世界 有關 另外另一件事 也都很想套租 就是 現在搞到Encrestia的魔法 很危險 哈哈 好像很黑 很黑勢力 這樣 侵蝕別人的世界 這樣 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死 搞到 好像搞錯了一件事 那 對 所以 就 不算特別喜歡 我自己 但是歌曲好聽 歌曲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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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順帶一提 這個世界沒有龍 所以Spike 就變了一隻狗 狗 真點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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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真是 對 那 然後另外還有 就是 因為這個 正傳動畫版 完了之後 其實他有出到這個 Q版的動畫 就叫做 My Little Pony Pony Life 這樣 但是這套我就沒有特別看 但是他 一直有出其他作品 嗯 我也感覺像是 Teen Titans Go 那類 是 應該是 因為我沒有看到 所以我不知道 故事說什麼 嗯 另外 其實 還沒有到完全完 因為 看到最新消息 就是說 接下來 會有 My Little Pony Friendship is Magic 的一套CG電影 是啊 那就 但是Pony 用CG去做呢 那就 要看看到時候 情況是怎樣 這樣 雖然正傳就 真的就完了 但是他 仍然是 保持著 至少G4 這個第四代 的Pony 應該暫時 都會 保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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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大概是這樣 那 接下來 我們就再談其他的問題 嗯 不過 在說 這個Friends文化之外 我想 再評價一下 作品 那就是 我自己 多說一句 就是 我覺得他是一套 非常出色的 而同向的作品 嗯 他真的可以 很 很深入淺出 地 把很多 人際關係的 那個道理 就 滲入他這套作品 裡面 那 而 那種感覺就是 我想 這個我之前 有幾套作品 我也有這樣形容 就是 他不是因為他有什麼 很爆的東西 不是因為他有什麼 很吸引眼球的 就是他不是故意去做些東西 來 eye-catching你 而是 他純粹因為他做得好 而受歡迎 嗯 就是一套純粹地好看的作品 那這套 這四個字好像很空泛 或者好像很 很簡單 但其實你要做到這件事 是一點都不簡單的 在沒有任何 噱頭的情況之下 要做到一個很出色的故事 要吸引人 吸引人去看這個故事 其實是 證明他就是要非常用心 才可以看到 而這個也是他 這個Lauren Faust 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他 他做到一個世界觀 非常有趣 就是他 說到已經是一個很理想的世界 但是這個世界 其實仍然是有很多問題的 只不過是大家 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都會用相對溫和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大家才可以很溫和地 繼續繼續相處下去 這個就是他想表達的東西 就是他沒有遇到這個世界的負面的東西 甚至就是 負面的東西一直都在 他不會消失的 問題不是在於我們 我們不是要消滅這些 反面的東西 而是我們 遇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面對它 還有也有說 要引領你去用一個 多方面的角度 來看待很多所謂正面的東西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呢 例如說 所謂的友誼 Friendship is magic 他講到這句話 很老套的一句話 就是友情就是神奇的力量 但是 到底友情是什麼呢 但是他這裏就是 就算用頭兩季去講 他都是很多角度 去把友情的不同面向的前言 去表現給你看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24小時黏在一起才叫好朋友呢 不是的 好朋友的相處方式 是不是就是 大家要一同 同興趣 或者 糖痴豆才叫做好朋友呢 那不是 他就說到是 就算你有很多不同 或者有很多衝突 或者有很多 你預計不到的情況 都好 其實 就無論多少衝突 或者多少問題都好 大家都可以 面對到他 然後大家都可以 繼續維持一個 友好的關係 這種才叫做友誼 那他 我覺得是 將 他將一種 明明大家覺得很老套的東西 但是他 可以很 很 用故事去 很有感染力去寫出來 這種其實是 比起 你要寫什麼很新奇的劇情 是更加困難的 這個也是 因為太久沒有人做到這件事了 所以他一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感染力是非常之大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還有他的粉絲 甚至我自己也是覺得 他就是做了一個很平實的事情 當然他的動畫質素很好 他的音樂質素很好 但是他就是 就是最後Trylight每一集寫給公主那封信 他那個意義很簡單 但是你經過他的集數去表達那件事 你就很容易吸收到 也就是那些很老套很簡單的 什麼信望外 對家人好 對朋友好 要怎樣去誠實 就是很簡單 但是他表現出來他不悶 做了他想說的話 就已經做得很好 而且他不是 當然啦 他不是沒有集數做得差的 但他大部分 我想八九成的時間 第一、二季他都做得很好 是 對 那 所以就 我覺得 所以這套就真的是一套 就是因為 我一直都很久 因為我以前 例如說好的兒童作品的時候 都 我想我要舉好的例子 都已經是頗有一段長時間 那些作品 但是如果你說近年的話 其實都不近年 這套已經十年了 但是 這套有10年代裡面的一套好的兒童作品 這套是絕對應該要佔一席位 甚至乎我覺得是 如果你是想接觸優質的兒童作品的話 這套是必須要看的 甚至是如果你說 同樣是那個年代 我覺得西方動畫有幾套都做得很好 例如《降世神通》 甚至是《天派動作》 那些他本身講故事 和他講劇情的能力是很好的 甚至例如《降世神通》 我覺得他打鬥甚至是可以跟日本那些比 甚至之後《Steven Universe》那些都是 但是 為什麼《Friendship is Magic》這麼跳出來 就是他對的 我們剛才說的 都是一些青少年來的作品 這一套 他原本打擊 甚至是他原本打擊之外的人 都看得很開心 就是他很簡單 亦都做得好 很紮實 所以他表現出來的效果這麼好 是很難的 你就算看回現在西方動畫做得好 那些都未必可以做到他這樣的高度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都經常講很多不同 兒童藩 最重要就是兒童藩最主要就是 就是你首先一定要 那幫製作人是 不是說強硬強失一些 這些一定是兒童喜歡的東西 就是他們是要做一些 無論是兒童還是大人 看下去都會很開心 看得很舒服 然後大人可以陪孩子一起看的東西 而《Friendship is Magic》是完全做到這個地方 而而且是這個計劃 就是關係到這個計劃的人 每個人都是有這個共識 就是他們知道我們做的東西是 要純粹做得好看 而不是要強硬失一些東西給小朋友 我們這個是一個教育 就是有教育義成份的節目來的 但是首先我們一定要自己去做到那個水準 才再去教 就是再把這些教育成份的東西放進去 而他們明白到要做到這個 就是要保持到那個水準 要保持到看得開心這件事情 之後才去到其他層面 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才做到這一套 這麼成功的作品出來 是啊 都說很簡單 你要教育他們 那你那件事都要二入口才行 你不二入口是很接近的 那他們怎麼吸收呢 你先要讓他們覺得好看 你才可以再做到教育的效果 而他們整隊的人都很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繼續做那九季 當然去到後面的部分 有時候都會跌渡的 都有一些不好看的雜數 其實是比頭兩季多了 但是整體來說 都還是會好看的雜數 依然是多 還有大家都會喜歡 我想是因為他們整隊的人 都是保持了這個精神 還有你講開這一點 我不知道 琛哥還想不想在這個項目再講多些 還是我可以講一講 Laurin 在第一、二季之後的轉變 還是你再想講 你講Laurin Laurin也要講的 是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講 Laurin 是一個操舵手 他簡直是 reboot了整個 My Little Pony的 series 也是第一、二季的 主要創作中間 但是在第二季完了之後 他就退居二線的 他就好像在第三季 都是做二線的創作總監 之後就直接 在不知第三、第四季就走了 所以第一、二季有一些方 為什麼我們叫大家看呢 就是第一、二季其實很標誌到 他本身想做的那件事 就是可能是 中間有一些很大的冒險 也都是Pony會去做一些很大的事 但是其實他最 中間會包含很多不同的 生活的小品 這類型的故事排序 第一、二季是看得最清楚的 但是之後呢 雖然劇情 我聽阿森哥說的都是不錯 但是他的走向是不同的 他的寫手轉 可能操舵手轉了之後 的確是有少許改變 質素上好像 我看的那些review都有讚有彈 但其實主要來說 都能保持到 他原本的call message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是 所以你看到是整個隊伍都 因為我們說的那種轉變 是因為你轉了另一個人就沒有辦法 是一定會有些東西不同了 但是核心價值方面 我覺得整個製作組是拿得很實的 所以他們是真的很值得尊敬的 而Lauren簡直是 我覺得 有些人簡直是比神 教主那種 教主 就是Pony教教主 因為他的確是 甚至乎你看回 這個Friendship is Magic 這個十周年的紀錄片 整個製作組其實都說 如果沒有Lauren 那個那麼好的電機 正因為他有一個那麼好的電機 所以去到後面他們怎麼寫都沒有問題 所以是 是 簡直是 他們 即是連其他的製作總監都說 因為Lauren 寫好一個世界觀 我們才可以去發揮他 而也是因為他有一個世界觀 我們都沒有走樣 他們是這麼說的 是啊 厲害的 還有那這個說法 Lauren 但是離開了My Little Pony正傳之後 其實他還有做其他事情 譬如 其實Inquestria Girls 其實他也有份幫忙製作的 另外還有 其實他還有這個 還有一些紀錄片 就是這個 這個 後來會說的 跟Bonnie有關的紀錄片 其實他有做過這個執行製片人 那去到 去到近年一點 2019年 其實他有一套就是這個 D.C. Superhero Girls 這套在Netflix也有 大家都可以找來看看 因為我看了這套 才去看My Little Pony 那我看回 為什麼兩套東西 感覺有點像 又我看回 原來也是Lauren去做的 所以難怪有一種像的感覺 即是那種 那些女生之間的吵鬧 還有我覺得 例如Black Girl 是有一種 Trilight Sparkle的感覺 不過他是過度活躍 正版的Trilight Sparkle 嗯 然後那個 那個蜜蜂女 就是好像 Fluttershy 雖然 就未去到 好像 Marie Two Pony 集集都很感動 但我覺得他又做回 那種 就是看來 令到大家看得很開心的感覺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回 嗯 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下去 剛才說到 這個Bonnie 我們剛才也有提過這個 Terms 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說 Bro Love Pony 那就叫做Bronies 那就是 喜歡看這個 My Little Pony 的男粉絲 那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去統一稱呼他們 這一幫人 這樣 其實我們三個都是 不應該說他們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那 那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呢 我起初聽到藍哥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我是 我是 不是太驚訝 對於我來說 我看日本作品的話 其實都不少這些例子 嗯 那些街邊的 大哥哥和小妹妹在爬機打 那些什麼 聖母學員 那些 換衣服 那些街機 我的印象中就是 那有什麼問題 那有些 男生有時候會喜歡看 一些女性向的作品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但是直到我後來再看多些資料 然後再看這個 這個 邦尼有關的兩套紀錄片 我就發覺這件事 不是我想的 那麼簡單 這個程度是 一個社會現象 當年很誇張 對 因為當年就說到 這裡說回來 就是我們看了兩套紀錄片 包括這個 邦尼 The Extremely Unexpected Ado Fans of My Little Pony 這些全名 這是一二年的紀錄片 還有一套一四年的 A Bonny Tail 是說回來 這一班 My Little Pony 的男粉絲 因為裡面 甚至乎是問到一些 學者 他們是有研究這個現象的 那我聽到他們一些 研究數據之後 我是非常震驚 比如就是 關於這一套東西 的粉絲群 其實男性是佔多數的 也有女粉絲的 甚至女粉絲 他們也有另外一個稱號 但是這一套東西 原本我們一開始 都說是賣給一個 打擊是孩子女的 誰知道 他們Bronys這個 現象出現之後 他們發覺他們 差不多八成 85% 85%都是男粉絲 去購買他們的產品 以及做了二次創作 甚至是其他類型的購買活動 還有就是 當時有很多媒體報導 總會有難免的 有些人會說 你們這些人做甚麼 想怎樣 有點邪教 覺得你 神經病 為甚麼會喜歡那些女生的東西 會不會有些奇怪的大叔 今天又會再進一步 那個學者再進一步調查 就說 這群人裡面有62% 已經大學畢業 或者讀大學 學歷水平是偏高的 當然其實男嶺那些 其實應該是 有很多不同階層的人都會有 就不是大家一面倒想到 是否一些奇怪的 失業大叔會喜歡這套東西 絕對不是這樣 不是啊 還有一些我記得紀錄片說得很好 就是例如 有一群專門說的 有一群組很特別的 就是這個美國軍人 因為有一群軍人 就說他們都是看這套卡通 但是你不可能在 你復席的時候 不可能是跟他們說的 那些人當你出櫃 但是他們回到家之後 去一些convention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都有一大群 一群軍裡面的兄弟都一起看這件事 就反而令到他們的團結性更加高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甚至他一個是 以前做YouTube的review 都是說明我是一群人 我也是喜歡看這套動畫 那我也都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訪問我覺得是非常特別的 是 還有就是有些普通的 平時的回體部隊 我覺得什麼 如果你喜歡Pony 是不是代表你機 然後下一個鏡頭就拍到一個 光頭的大舊 阿叔 然後他穿著一件Pony的T 就說我就是被稱為最Man的Bony 那 他直接說我平時喜歡玩改車 喜歡玩爆破 但是我喜歡Pony 那怎麼辦 有什麼問題 然後拍著他後面就是整個 那些 Gen4的公仔 那些東西 我記得有一張很大的海報 但是 是啊 然後他 譬如這兩套紀錄片 有時候都會拍到不同 Bony的一些例子 那你要看到其實是 就是一套好的作品 好像有點像 Rewrite Gundam Build Diver Rewrite 老爸那句 就是 如果我用心去做 我做到一套好的作品 可能會影響到 一些人都不出奇 那這套 那這套Pony簡直是 這句說話的終極代表作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他看完這套東西 是會影響到 多少影響到 他對自己處事態度的一些改變 那譬如 有一個 有一個英國的Pony 他本身是阿士堡家製的 那他就說 本身是 你知道他們是很害怕跟別人相處 甚至那種 有種 有些很有計劃 但是 那些計劃一亂就會很暴躁 那種 那種症狀 那他看完這個Pony 這個Malito Pony 之後 他看到這個Twilight 他說 那是不是我自己來的 這個 因為他 甚至就是說 剛才我們看到 很好笑的 就是Twilight 他暴走那一集 他就覺得他好像很拿到共鳴 那樣 然後他因為這樣 喜歡了 Malito Pony 然後他為了去 為了去這個 Bornese Con 就是這個 他們的聚會 他是很害怕出門口的 原本他為了去這個聚會 他就自己一個人出門口 去到這個萬設斯特那裡 去參加這個聚會 然後他開始就慢慢 跟一些他不認識的人去交流 然後還有很多 甚至說 他喜歡Pony 但是 他爸爸是守舊到不得了 你記得他爸爸 一聽到他兒子喜歡Pony 那一刻他的眼藝是 是啊 他全都見了 以為他 以為他信了什麼邪教 是啊 然後這裡就 這裡首先要很感謝Discord 那位 那位 配音員 嘩他簡直是變了 Pony的傳教士 這樣 嘩他一聽 因為他 因為他發覺自從他 配了Discord 這個角色之後 他突然收到很多E-mail 就說 喂你怎麼Pony粉絲 不敢傳E-mail給我 我做過什麼 那位問老婆 你不是幫這套東西配過音 你忘記了嗎 我真的忘記了 那次之後 他就變了Pony傳教士 因為那些Pony 所以會傳E-mail 就被他問那些煩惱 那比如說 剛才這件事 就是說 老婆很害怕 兒子不知道做那些 就是喜歡Pony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 但是他跟著兒子 去到PonyCon 那這個 Discord的配音員 就帶著這位老婆 去見另一位 接受了兒子喜歡Pony的老婆 兩個傾談之下 就令到這個老婆 開始接受了兒子喜歡Pony 這件事 那我覺得是 好像一個個 好像那些 好像那些傳教 那些見證奇跡 那些 那些 那些紀錄片 那些紀錄片 那些紀錄片裡面 都顯示到 一件事 就是你的Convention 或者 例如 那些 喜歡這個群體之後 去創作 鞋子寶 在二次創作方面 他們都算是鼓勵的 因為無論在Convention裡面 或者是 紀錄片裡面 都看到很多二次創作的一些訪問 甚至是 其實他們對於粉絲的二次創作的互動 我覺得算是挺好的 是 例如 我們經常看 我那時候看的一個角色 我是很留意的 就是一個Dirpy 是 那為什麼叫它Dirpy 就是因為它第一集出來的時候 就不知道是 畫錯了還是怎樣 那隻 就是鬥雞眼 鬥雞眼的 那些粉絲 就看到之後 就 在二次創作 就說它有什麼故事 那之後 官方看到之後 是 不停在不同的集數 會看到它在背景上 都是用那隻鬥雞眼來出場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好的 但是好像官方原本的名字 好像叫DZDOO 還是什麼的 那些粉絲都說了 叫Dirpy 後來 但是因為牽涉到 那些有些家長 又說 他的造型 和名字 又好像在拍攝著一些智障人士 所以都炒了一些風波出來 不過不說美國 大家在香港都見過不少這些 家長找東西投訴的情況 這裡不說那麼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資料看 不過的確是 自從粉絲發現了Dirpy之後 Dirpy就在作品裡面 變得無處不在 有些詩 剛才不是說 Rarity在黃都那裡 參加了名流的宴會 那他唱那首歌的時候 被人看到其中有一格 是有Dirpy Dirpy是 到處都在 對 那些人不是說 幫Dirpy都是社會名流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資格去不努力 我這個Dirpy是 我忘記那個第四季 第四季 有一個流浪的搞笑藝人 叫做 Cheese Sandwich Cheese Sandwich 那個是真人歌手Pony化之後 是啊 是啊 他說Cheese Sandwich 一開始在馬哈頓 馬哈頓 不是馬哈頓 馬哈頓 就是 一個 Loser 然後他很誇張 離開馬哈頓 然後 在路上 然後 遇到一個Party 最後 他說在這個Party玩得很開心 然後 最後 在那裡 就知道了 Pingy Pie 那就是 Pingy Pie搞這個Party 就令到他 學會了怎樣去 帶給其他人歡樂 然後就踏上了做這個 搞笑藝人之條路 那他在說 過去這一段時間 阿Dirpy都在 對 對 Dirpy是穿越時間的 周圍 everywhere 所以剛才不是說 為什麼有些東西不同了 因為其實 Dirpy 比較早期已經有 互動的一個角色 但是 去到後面 是越來越多 跟Fans的創作 有互動的一些內容 那也都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 跟頭兩季不同的感覺 會多了 但是 其實是 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他的粉絲群大到 可以足以 去跟官方進行一個互動 那這個是 挺有趣的一件事 那 還有就是 這群Bonnie 他們也說到 譬如他們說回 他們不是信 即是他們喜歡這套作品之餘 就是說 他們真的身體力行 去把這套作品教他們的東西 去做出來 譬如當身邊的人有事的時候 他們會去幫對方 甚至他們後來 他們的Bonnie Con 其實是 同時也是一個籌款活動 但是他們會去拍賣一些東西 然後籌到的款項 就去捐給一些有需要的機構 或者有需要的人 你看到他們 不是純粹是狂熱地 喜歡一套作品 那麼簡單 他們是一班 同時也是 非常有行動力的一班粉絲 是的 Bonnie Con 我記得都搞了很多年 雖然是 Friendship is Magic 那個熱度 當年沒有以前 1、2、1、4年 那麼厲害 但是我記得 近幾年都還有架口 亦都 無論官方 無論 Lauren 有去到 我記得有人 畫了 他那隻 馬化的角色 給他的 是的 也有配音源 或者裡面的角色 在Con那裡去互動 所以我覺得 E-Fans這個行動力是很厲害的 還有他們為什麼成為一個這麼厲害的文化 就是當年他們在網路 就是 FallChannel跟人開片 FallChannel開戰 很出名啊 但我好像是因為那一單而知道這個作品再看 我記得 哈 OK 當年很難知識的 當年真的猜不到是打得成的 還要打贏了那一刻厲害 哈哈 真的開了一個 Corner 專課他們那一刻厲害 真是鼓勵不到 是的 雖然 不過我想到現在 這套作品已經正轉完了 我想這班Fans的熱度也未必去到以前那麼高 但是我想他們應該都還會繼續活躍的 因為他們裡面有件事說得挺好的 就是我喜歡Star Trek 我喜歡Star War 我喜歡其他好男生的東西 但同時我喜歡Pony 有什麼問題呢 是啊 其實沒有矛盾的 譬如我們 我們夠喜歡一些男生喜歡的東西 我們喜歡鹹超 又喜歡高達 但我們都喜歡看這套東西 其實一點矛盾都沒有 所以其實他們這班Fans 其實又不是純粹Pony的Fans 只不過是他們在一大堆興趣裡面 多了一個興趣界而已 它裡面很誇張 例如有時候說到其中有些Fans 他們在自己的社區裡被人Bully 是玩到像自己有Pony的貼紙貼在車上 即是有一輛桶車 他真的有些人鏟上去 他說到有些人拿棒球棍那些 打爆他的車 甚至拿一把槍出來恐嚇他 我心想 其實要不要玩到這樣 他也有說他住的州是保守的 是傾向保守的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很誇張 但也不是不會發生 但是你看到是真的 他們雖然是這樣 他都會繼續喜歡一套作品 你就知道作品的魅力是真的很大 我突然想用他字很虔誠 當然有些評論都說 他們是虔誠到一個宗教的地步 但是他裡面所說的意思 是一些導人向善的東西 我覺得這套作品都值得看 還有一些粉絲也沒有問題 其實他們熱情得來 又不是到處去搞事 他們在做好事 我覺得不需要再開窄 而且我覺得你不買他們 最多就是恥笑話 就算了 不用拿槍恐嚇他們 是不是傻的 你有些人有些人的喜好 你不喜歡 你覺得你接受不了 你就恥笑一下他 我覺得恥笑一下 是無雙大雅 但是你去到物理上去衝擊對方 就真的太過分了 還有我自己 譬如說回Pony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 雖然我猜不到那個規模去到這麼大 這麼誇張 在外國已經去到這樣 但是我會用一種最簡單的視點 來看Pony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 就是當年我們小學雞 會看美少女戰士一樣 嗯 有什麼這麼神奇呢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只不過是規模大了 規模比過去我們 遇到的任何一個情況 更加大而已 就是譬如說 現在說到什麼了 要平權了 女性不一定要喜歡BB公仔 不一定要喜歡女性向的東西 喜歡男性向的東西都可以了 那男性喜歡女性向的作品 是不是都沒什麼問題 是啊 那我不覺得 真的不覺得 我覺得很正常 只要這套東西是好的 那理得他原設是給哪類人看 那他是好的 他超越到 你甚至乎應該要為他 為這套作品可以超越到 他原本的既定客群 而覺得驕傲 我覺得你 反過來應該是這樣 去欣賞他這套作品 嗯 就是這樣 那 那 有什麼補充呢 那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還沒看 看 看 有的 不過是沒有中文字幕 只有英文字幕 當年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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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辛辛苦苦 叫了六年 我終於叫得用阿森去看 不是 還是那句 你一是不要開 你一開 你就不要停下來 你停不住了 你知道 當我聽到阿森主動說 要開Pony的時候 我幾個不開心 因為我從一四年 我一四年 我一四年 我自己看完之後 一直在推身邊的人去看 沒有人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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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開波那個門檻 真的有點 我又說回 在我喜歡這套之前 之前為什麼會不看呢 就是 我知道他是好看的 我知道 評價是很好的 但是 因為我真的不會故意去看 這類型的作品 所以我純粹是這樣 我又不會說 什麼很抗拒那件事 然後結果 想起 不如我開麥克風說 這樣一開 然後一開 就回不回頭 大家我是Bony阿森 我跟大家說 我呢 這個進度 其實我停了在第六季 還沒看下去 我第七季還沒看 我已經停了第七季 阿森看完第七季 最壞就是找不到第八第九季 如果不然他應該看完 我想看完 其實 唉 所以 都像大家看 對 所以你又 不要用那種 你用回那種感覺 你不要說什麼女不女性向的作品 我會告訴你這套是好的兒童作品 如果你想看你是應該要看 一看包 你停不了 因為我這陣子 就是因為看了 我不是集集 但是很多的集數 我看完 會有那種開心的感覺 是很久沒有什麼作品可以給到 簡直是正能量電池 所以大家如果單單去看 都推薦 特別是這段時間 你真的很難開心 這套簡直是正能量電池 幫我補充正能量 簡直是 那種真正的正能量 如果大家 都需要正能量 都真的 可以不妨去看這套作品 是 是 因為它一來完了 二來也都 但它保持著 也都有 我想會保持著 有些不同的衍生作品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 但是至於玩具方面 我看到那些玩具 暫時不是很想買 我對它的愛味 去到接受了那些玩具 因為我們之前說什麼 彈過人 陀佬 你出去買 是真的買到那樣東西 我看現在動畫 我出去看你的鞋子 那些玩具 不同的 那個也不是Rainbow Dash 但是你說它是Rainbow Dash 我怎麼買 一隻藍色的馬仔 加一些彩色的 一柱頭髮 那跟我說是Rainbow Dash 大哥 不要玩我 那些玩具 不知道它死都不肯出 G4樣子的玩具 它死都要G4的角色 但是搭G3的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一定要這樣出 對 然後我想說就是 在那兩套紀錄片裡面 在Bonnie Con那裡 有些粉絲 手作了一些G4的玩具 你不如找鞋子 拿代理的內蠻 去大量生產賣 算 應該是這樣說的 如果鞋子 鞋子的毛公仔會比較好 但毛公仔是難處理和難儲 自己覺得 是 或者一有蟲咬就麻煩了 真的 如果你是說它本身最Hardcore的那隻 即是一些膠公仔 它真的跟它動畫是一段距離 我看到的是 要是一些很硬膠的公仔 如果你是好像它原本真的有毛 可以給你梳的那些 全部都是G3 是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 那個製作處理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不到那些 如果真的要買 可能真的要買一些硬膠 即是簡直是景品的那種程度 那些精品 即是 如果真的是 給小朋友玩具的那隻公仔 我是沒有見過一隻像樣 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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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如果你說Equestria Girl的話 售屋出的那幾隻就很漂亮 售屋出的那幾隻就真的很漂亮 售屋出的那幾隻就真的很漂亮 售屋出的當然要找日本製作 認真 真的 售屋出的那幾隻很難讀 Equestria Girl Equestria Girl 那幾隻人化了的主品 我自己覺得是買得過的 大概是這樣 說又說了一個超長篇系列 希望大家回接OK 那也是一句 叫做等大家接觸多些 其他不同風格的作品 那大概是這樣 多謝藍哥 今次幫我們分享這套東西 因為身邊都 我實在太遲覺醒 2020年才做Bonnie 所以真的太過不合遲的 好作品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就是什麼 我身邊不夠多粉絲 所以怎樣 就是主動去製造粉絲 所以聽眾們 大家記得 聽完我們說 就去開這套作品看 好 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下次再跟大家說其他話題 我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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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